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视频真的是让我看完了脑人疼 我到现在我已经看了两天了 我看到第二天 我现在整个人属于是一个神志不清的状态 那这个视频呢 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个视频其实是加州的教师工会内部的资料 这个就是说咱们平常老百姓根本就看不到 我也试着去进他们的网站 但是不好意思 你必须得是教师工会内部的人 所以你有登录的名 然后你有密码 你才可以进去看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呢 是一个教师工会内部的人 我估计他也是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是把这样一个视频 从系统里面拿出来 放出来让大家来看 那这个视频讲的是什么呢 是2019年的加州教师工会的开会的内容 好 那这个开会的内容开的是什么会呢 他这个题目叫做 如何快速在校园内开展LGBTQ俱乐部 那这一个讲员 他就是哥兰戴尔学区 Roseman Middle School的老师 叫做Lisa Avery 那他呢 就在这个会议当中 他就指导各个老师们说 你们要如何在你们的学校 开设这样的一个俱乐部 那这个俱乐部呢 叫做GSA 就是同志与非同志联盟 就把它翻成中文 大概是这样的 但其实说白了 就是一个LGBTQ的这样一个俱乐部 然后还教这些老师说 当你开设了之后 你要怎么能够让他继续的运营 然后你要怎么训练 这个这些里面的领导人等等等等 他也有点 就是类似于像教会小组的 这样一个运营方式 那这个会议呢 其实是特别针对初中生的 就是这个讲员 这个老师所在的 这个学校工作的地点 就是初中 那初中生的孩子嘛 基本上就12岁 13岁 14岁 也就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个真的是骇人清闻 而且要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视频其实是2019年的视频 也就是说2019年 他已经在开始分享经验了 他是从2015年开始做的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 有一些视频的片段 然后在中间我们发现一些问题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好 那在这个视频的一开始呢 他就引用了一丝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叫做 Courage is contagious 你很喜欢这句话 对不对 对 这句话呢 一般在你的节目里 从你嘴里面讲出来 你都是来形容一个正义嘛 然后你要勇敢为正义发生 这样一个概念 对 就是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勇气的 对 然后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有勇气的人站出来 然后影响其他的人 别人看他站出来的话 他就会出来说 其实跟所有什么me too movement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你要有一个人勇敢的出来 去做正确的事情才对 然后 也啊 对 那这个老师呢 他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 只不过你们两个对正确的事 的认知是完全相反 那他呢 就使用这句话 就是说这个勇气是会传染的嘛 那他在这里也讲到说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人 可以起来 作为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领导的榜样 去带领起一股潮流 让更多勇敢的人 可以站起来去做这些事情 他说呢 他在过去的这些年 他就见证了 勇气是会传染的这件事 他说老师跟学生们 都被带动起来 大家一起来推动LGBTQ 那现在呢 他需要有更多的学校 要被传染 要加入到这个勇气的循环里面 那首先呢 他最开始注意到 是一个文化方面的问题 他说呢 他做了一个类比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初衷里面 给这个12岁 14岁的小孩子 在开设这个LGBTQ社团之前 说我们这个初衷 它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初衷呢 所以他从文化的 这个方面去开始分析 他说我们这个地区呀 尽管它是在洛杉矶 是一个非常这个自由派 很狠左的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 从历史投票的情况来看 这是一片保守派的区域呀 说我们这一片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怎么会是保守派呢 因为在我们这一片区域 住的多数都是来自韩国 还有亚美尼亚的移民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大多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保守派 亚美尼亚的人是信天主教吗 还是基督教 基督教 也是信基督教 对不对 那韩国大家也都知道 韩国人那真是早上5点 就开始哇哇哇起来 就开始祷告 所以他是从这样一个出发点 就是针对说 为什么这片区域他觉得不行 他觉得非常需要改革 因为这些人 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只是他们是保守派 所以在历史中看来 他们投票 这对他来讲 他觉得这个地方都是很不OK的 那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地方还住着一群什么人呢 还住着一群摩门教徒 他说这群摩门教徒呢 虽然人数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群人是非常勇于发声的 那他认为呢 就是这样一群 有着信仰 这基督信仰的 这些亚美尼亚的移民 还有韩国的移民 还有这个勇于发声的摩门教徒 导致了这片区域非常不OK 所以他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这些有宗教的 信仰的保守派人士 他们都恐同 homo phobia 于是呢 他就下决心 要改变这里的文化环境 所以什么是 Rosemont like before a GSA Well Rosemont is situated in La Crescinta as I mentioned which is in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city of Glendale in LA County even though we're in LA County it tends to be a historically sort of culturally conservative area We have a high, a large immigrant Korean and Armenian populations, which tend to be quite religious and conservative. We also have a pretty significant, if not large, at least vocal Mormon population. When I got to Rosemont in 2004, homophobic comments and remarks were all over the place. It felt nearly impossible just to stem the tide of casual homophobic comments within the walls of my own classroom. Right?Let alone outside and in the hallways and in the school at large. And no one was supporting us.No one was admitting that that was what was going on or providing resources or support. It just was.It was accepted. And certainly no one was teaching LGBTQ issues in their classrooms. Even the most progressive teachers understood that we don't talk about this here. Right? So we can see very clearly that their goal is very clear. It is the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enemy is the en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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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the enemy. The enemy is the enemy. The enemy is the enemy. And the enemy is the enemy. And the enemy is making these children不降ae Shopping The enemy is to separate the entire life. And the NGOist's children with their 他们部门的深 因为你道德观念各方面 不应该是学校教的 而且我们小时候 在上学的时候 谈恋爱是被禁止的 真的 对啊 不可以 对 高中生你谈恋爱的时候 老师都会就是 你看你写情书 或是怎么样 同性恋双性恋 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在中学 国中生 12岁到14岁的这段期 你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东西 交给小孩 我们大家每个都说 我以前我阿公就讲说 小孩子不要好奇 不要好奇 对 他就这样子跟我讲 那我12岁到14岁的时候 我说真的 我也没有说 真的想要去做什么事情 也没有说想要 交男女朋友 那时候就是打篮球 或者什么之类的 12岁14岁很单纯的 对 我那时候天天想看动画片 我也天天想吃好吃的 就吃好吃的看动画片 去公园玩去游泳 然后去 就是玩这些所有好玩的 你根本那个时候脑子里面 没有谈恋爱的这些东西 对 然后他们就是刻意的 要把这样子的东西 他们也没有在传达正确的 平常一男一女 他们是怎么恋爱的 就是一直在讲说 你喜欢男的 你喜欢男的 你喜欢女的 喜欢女的 男的跟男的 女的跟女的 从来就没有讲正常的事情 然后就是在追着这东西 穷追猛打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邪恶 其实非常非常可怕的 对 而且其实你要看到 这个地方不是这个老师 他个人的行为 对吧 就是我们平常经常说 就是你不能用一个人 去衡量一个群体 对吧 就一个群体里面 你很难保证 这里面没有糟糕的人 但是你要看到 这是教师工会出的一个课程 下面你一会会看到 在视频里面 下面这些老师 全都在这记笔记 他们是来学习的 就是他的案例 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他现在开始讲说 他为什么要萌生出 这样一个种子 就说我要来改变这些小孩 因为他觉得 这样一个地区的文化 他认为是不OK的 他就说 怎么可能会有 这么糟糕的地方 这样一群信仰基督教的人 他们居然恐同 所以我就要让他们孩子 全部都变成同性恋 我让他们恐同 你自己孩子就同性恋 我看你恐同不恐同 That's insane That's insane 然后他全部都打着一个 完全什么公平爱的旗号 所以你就看到下面老师 在那记笔记啊 在那鼓掌啊 在那笑啊 等等等等 我们一会儿就谈论到很多 非常夸张的整个 这个视频的东西 那当然今天在节目里面 只是结出来一些 就我认为实在是太过分 然后让我觉得 太不舒服的东西 那我也把它整个的 这样一个视频的链接 放到下面 大家如果你的英文OK的话 你想要了解 他整个全程都讲了什么 欢迎你可以去看 一整个一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视频 但在这里告诉大家 有一个后果 就看完了可能会头疼两天 我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里 好 那接下来呢 他在这个视频里就讲到 他说 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 他这个是2004年的时候 观察到的一件事 2004年呢 他说在那个时候 其实在学校里面 有没有激进的左派老师 有的 还是有的 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激进左派老师 他们就开始接受到 LGPQ的东西 但是 那个时候怎么样 虽然那个时候 这些老师 他们自己脑袋里面 有这些想法 但他们不会在学校里面 讲这些东西 他们不会教 他们只是把这个东西说 这是我一个个人行为 这是我自己个人脑子里的关键 他从来都不会想要说 要把这个东西 在学校里面交给小孩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说 我们这样一个LGPQ的俱乐部 应该在学校里面开设 因为当我们开设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扭转 这一个地区的文化的环境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他讲到说 这个俱乐部刚开始 到底要怎么开始 因为它开始 上了解 在学校里面 在学校里面 并且在学校里面 我拼了一些 类型的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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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經跟他分享朋友問題 家庭問題 過去的症狀 當天他把那天的紅色貼紙放在他的辦公室 她把他當男性男人出現 別告訴我這件事不成功 我覺得很奇怪就是現在所有的這些人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私生活 公開的出來給大家知道 而且他不光是公開出來給大家知道 就是我希望你變得跟我一樣 對 這很奇怪 就是我的私生活本來是我的事情 就像我最多我就是在辦公室講說什麼 我的小孩在家裡怎麼樣 怎樣怎樣之類 他們就是要把私生活弄出來 然後讓所有學生就把私生活弄出來 我覺得在聖經上面有非常大的一個講法 就是不要做害羞的事情 這個東西 當學生開始在這個地方聽在學校聽到這些害羞的事情 真的是害羞的事情 學生也知道說我在這邊聽了老師講的東西 我不能跟父母講 然後有這個害羞的種子給學生聽到了之後 學生一定會跟父母產生隔閡 有了害羞事情了之後 他跟父母的關係就會越來越遠 這樣就是他們來拉攏學生的一個情形吧 因為他把他的私生活弄出來 然後學生也把他的私生活弄出來 他跟老師的這個關係就會變得比較好 然後跟父母的信仰就會越來越遠 那他剛才在視頻裡面講到呢 說這個從2015年呢 他們這個初中的老師在學校裡面就開始採取行動了 那他們採取的第一步的行動就是怎麼要讓學生慢慢接受這個事 就是他原來對這個東西沒概念吧 那你要怎麼開始 突破口到底在哪你怎麼要開始給他講 所以他呢第一件事就說 我開始準備了一大堆的貼紙 這個貼紙叫什麼呢 叫安全環境貼紙 大家可以看我們屏幕上面 啥叫安全環境貼紙 這就是起了個名嘛 這就是玩语言這一套啊 其實安全環境貼紙就是什麼呀 就是那一堆彩虹旗的那種各種各樣的 它做成方形的彩虹旗的那個貼紙啊 也心形的等等等等 上面有一些標語等等啊 他就說把這些貼紙呢發給學生 然後呢在教室裡面到處也貼 書桌上面到處也貼 然後沒了呢 你還可以問老師來要 就是讓大家平時看到 讓你經常看經常看 你就不會覺得這個事是奇怪的 讓你經常看經常看經常看 就說哦這是習慣的 這是變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到時候看到我也覺得很OK 就好像說你出動了看到桌子椅子 你也不覺得說是有多麼奇怪的事 那老師的辦公室也要貼 因為你這樣貼了之後 你就證明說我的立場是什麼 就讓學生知道說 哎其實我是這樣的人呢 所以你們可以放心的跟我講 你們有任何的小秘密 都可以讓我知道 那接下來呢 不僅是從學生方面開始入手 當時其實學校是不同意的 那老師呢去開始說 給學生散播這樣的想法 就是你們要去接受 那老師在學校的層面 他們做了什麼呢 他們每一個老師 都單獨去找校長談話 因為他們希望說 我們要開這樣一個俱樂部 要開一個這樣LGBT俱樂部 希望你能夠同意 所以他們這幾個大概一共四五個老師左右 他們就輪著翻的 單獨的去找校長談話 但是呢 都被校長拒絕了 那麼 京本來講 我們去校長家 然後 趁畢 我們去校長的教授 然後我們走說 我們要開一個教堂的教授 然後她說 有空陣子 有空陣子 我們走開個 那天 因為她說 不是因為她是 她是否就是 她是因為她 她是可怕 就是說 她是怕 她說 他就這樣 她 said, there's a board policy against middle schools having a GSA. That's not true, by the way. That would've been illegal. And then she said, the community isn't ready for it. Well, I live in that community, too. If I'm ready for it, there are other people like me, too. during the summer my husband and our principal and the GSA advisor from the local high school got together to talk about what it's like to be an advisor of a GSA now here's where the good stuff starts to happen as it turns out our principal was very close friends with this high school advisor and in front of him she couldn't say no right so that worked to our advantage our administrators all went to a gender spectrum conference that summer and they learned about the struggles of transgender kid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kid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they came back and they were moved I went and I spoke to one of my administrators that hey how was your conference you know what what you learn and she got tears in her eyes like almost instantly she's like this the stories of those kids that's why we need a GSA don't know what to tell you so by the time school started again in the fall we were done asking for permission we went to our administrators and said by the way we're starting a GSA just so you know this is what's happening uh they just找了几次不同意他们就说我不管了我不管你们 学校同意不同意了你爱同意不同意我该干嘛就干嘛 所以他们就说就自己开始了就这样子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期 节目在呼吁各位要做的事情对就是不管政府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管我们现在就算你的教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叶和花啊对他们就必定侍奉奥对就是他们把这一套 弄得非常非常的就是他们该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他们该干什么 事情就干什么事情而且他们是很执着的去做这个样子而且 他们执行力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有很多的网友在那边讲说哦我的教会怎样怎样 所以说我就摆烂然后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们在节目上说你homeschool 每一个人就找一堆理由哎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不在我的邪里你不知道 对这些老师就是靠着就是就是在抵抗体制对就是在说万一我被发现的话 学校会开除我然后呢我把我们我只要这么多老师全校老师都这个样子的话看你敢不敢开除我 你要开除快开除我们嗯我觉得他们我们好像在跟他们学习一样尽管我们在他传达是圣经的价值观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跟他们学习行动力当这个就这集影片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家那五年计划十年计划百年计划 而且人家真是一步一个脚步走那你可以看到他们从2015年开始的一直到现在他们的成果变成什么样的 可以说是结束了很多撒旦的果实 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啊而且在这里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钻了法律的空子 因为法律要求说像这种东西这种社团他必须是学生有idea就是哦我觉得我想要一个画画的社团 我希望大家都来画画所以我要跟学校说我要组建一个画画社团那你就说谁要当团长 然后你要说我们这个呃组织的这个目标是什么等等等等然后你可以叫大家来比如说我们每个礼拜六 我们大家一起来画画我们去山上画去河边画等等等等去画画那这个老师跟学校他不能去组建这种东西 但是呢你可以非常清楚他在这个视频里面讲到这就是老师们组建的社团 学生刚开始是没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的 他就是他们这几个老师一起出来是老师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人同意他们的想法学生不了解他们就去跟学生讲 学校不同意他们跑去就找校长讲然后呢他们为了规避这样一个法律责任 他们就找到一些学生来运行这个东西因为不能老师除面就说啊 这个负责人就是我因为这样违法他不能这样做嘛 所以他就是找来一堆学生来运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老师的话 他们学校根本就不愧有这样的社团 因为学生他不会去建立这样的社团 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些老师不断不断的就挑起事端分别找这些学生谈话 他们先找到这些目标然后分别一个个找过来去谈话 说鼓励他们呢就说哎呀你们这个来担任呢 你们来担任这个社团的领袖啊 然后这个事才慢慢开始了 那所以呢他们是怎么找到学校里面的LGBQ学生呢 因为那个时候2015年他不像现在 每个人都很骄傲对不对出来 我就同性恋我就变性人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有个别这样的学生比例不高 但他们是瞒着的是隐藏的 他们不太会跟别人讲 他们怎么知道哪个学生是不正常的 那这个女的呢他之前讲过 他老公在2015年的时候 是这个学校的心理咨询医生 然后呢学生呢就会去跟他counsel啊 那有一些心理部署的我们都知道LGBQ 他其实就是心理疾病的问题嘛 那这些心理有疾病的这些孩子呢 就会去跟讲 就是我这个不舒服啦 我这个心理不好啦 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结果呢 由于他老公呢 这桌上办公室上 包括都还贴上那个彩虹的了嘛 这学生一看就放心了 他们就去找到这些 心理存在严重问题的孩子 然后他们就挨个谈话 让他们来做LGBQ校园里面的领袖 所以我们很初心理所做的 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学生 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学生 所以我们有个学生 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了 LGBTQ或是很好的 我们开始了 和他们的交友 所以不说 他们的交友 这些人是 这些人的交友 一群人說要開始GSA 是你會有興趣的事嗎? 所有孩子都支持 甚至他們不想成為領導人 有些孩子都說了 我們可以做嗎? 他們也不知道這是一個可能性 我覺得 歷史上所有集團都是這個樣子產生的 納粹那個時候他也開始講說 你們這些白人是不是被猶太人壓迫 你是不是被什麼什麼人壓迫 你要跟我們在那 我們是來當你的這個 我們來保護你 我們要建立一個什麼黨 我們要建立一個團 共產主義也是這個樣子 你是不是被地主欺負 你是不是怎麼樣 你無產階級什麼 歷史上所有的要聚集成一個團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這些受害者找出來 那這很糟糕的就是 歷史上所有的受害者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想要做什麼? 他們就是想要掌權 他們掌權之後就可以壓迫別人 他們掌權之後就可以叫別人幹什麼 農民起義永遠都是會更打壓之前的這個人 所有的這樣子的一個 以受害者心態建立出來的這個東西 都會變得非常非常糟糕 而且非常非常壓迫性 然後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都是一樣的 他們現在真的掌權了 他們現在真的是控制了 正是由教師工會出來 控制著整個學校的校總會 非常非常的可怕 對 然後他們同時這麼進行 他們還是找校長 因為校長不是怎麼找也不願意嗎 怎麼找都不行嗎 那這校長不願意公開表示支持嗎 因為他們也講過說這個校長他不是孔童 他只是害怕 他怕家長方面會反應太強烈 他怕社區裡面的人會反應太強烈 他不願意去公開表露自己的身份 去支持這個東西 那找了他們這個老師的輪番去找這個校長 談話一段時間呢 還不起作用 你知道老師就幹了一件什麼事 他們把學校的校長堵在了停車場 然後用髒話把這個校長罵了一頓 這真的很難想像 這是老師還是流氓了 對 你只要不順我的心意 我就給你那個 你不是下班嗎 你不在停車場嗎 我就去罵你去 哪怕其實你的思想或許是跟我一樣的 就是因為你沒有完全的站出來全面支持 你沒有亮明你身份是我就支持 就這樣我就堵在停車場 我就去罵你 拿髒話罵人的老師 因為人只要掌權了之後 他們就會為所欲為 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人是害怕去做第一個事情 然後去當第一個人 然後他們敢這個樣子做 是因為他們受到了教師工會的認可 每一個人想要壓迫人的時候 不會說我就想要壓迫你 而是因為誰誰誰說我可以壓迫你 虎假虎威 背靠大樹好成梁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那時候在COVID的時候 有多少的人 就是你平常如果別人口罩沒戴好 很少人會說你口罩沒有戴好 不會 但是當政府說你可以去指責別人說 你怎麼沒有戴口罩 你為什麼不這樣子 防疫人人有責你在幹什麼 只要有政府這樣做 只要他有這個許可權 他就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人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知道一個社團或者是 包括像教會或者是小組組起來了之後 你哪怕有幹部領導班子對不對 人他也不一定來呀 所以這老師就說 那我們這個現在已經 我已經找到這些心理問題 非常嚴重的這些學生 讓他們去擔任這些領導 那你怎麼能夠保證說我們社團開始運行 就你怎麼能把人給招來吧 那這個老師他就傳授了他的經驗 小孩都喜歡啥呀 小孩都愛吃 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給小孩吃東西 他把這些LGBQ這些領導層都設定好了之後呢 他就開始讓這些孩子們 去邀請自己的朋友來參加聚會 然後他們就發布公告了 就說我們今天GSA有活動 而且是包含午餐呢 小孩一聽說有午餐 那朋友好朋友去邀請說你跟我去吧 有個GSA這樣一個活動 咱們一起去吧 那邊有飯吃可好吃的 咱們一起去吧 他們呢不會要解釋 就他們完全不解釋說GSA就這三個字母到底是啥意思 他們不給人解釋的 他們在那個宣傳單上他們也不講的 他們只是就是說你們來參加我們的GSA 然後包含午飯我們免費提供午餐 有很多小孩迷迷糊糊就去了 因為有朋友邀請嘛 然後又說又有免費的東西吃 也不知道幹什麼的就去了 但是你想想如果要是事先講清楚 就說我們這個就是同性戀變性人的俱樂部 是不是有小孩他就不會去參加了 我想一定是的 因為你聽到這個你都會覺得說 我又不是同性戀 我也不是變性人 我為什麼要去參加這樣一個東西 但他們就是故意的 這個老師在這講 就說我們就是不要講清楚 不要告訴他們GSA是什麼 不要告訴他們我們這個俱樂部是幹嘛 只是告訴他們說 我們有聚會有活動要好吃的 就叫他們來就好 所以呢這個老師就說了 說要抓住小孩 你就是要為他們吃東西 就花錢不要那個害怕花錢 就要花錢請他們吃好吃的東西 準備非常豐盛的零食 這樣你就能抓住他們 We spent $600 on our club before we wrote our first Sky De Rosa grant So the $600 most of it was food cause we were feeding them a lot at the beginning Now I don't Now I feed them once every three week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in the beginning To get the momentum going Right Snack Snack 這讓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剛剛想了一下 邊看這個就覺得就是 教會很多也都是有午飯 然後這讓大家吃午飯 然後吃得很好 有的時候好爽 本來就大家在一起都吃得很棒 但是你教會有午飯吃 就是並不表示那個人就會變成基督徒 就算變成基督徒 也不表示他可以就是成一個得聖 得聖成聖的基督徒 嗯 就是藝人跟成聖 不一樣的就是基督徒 對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就是 把這些小孩全部變成LGBTQ的 我覺得一個是 成聖的道路太困難 因為你要去砍掉自己的那些東西 你要砍掉那些神不喜悦的東西 那你砍掉這些東西還有提前的一個requirement 就是你怎麼知道我哪裡是錯 你要禱告 你要認罪悔改 就是他需要你做的東西很多 但是如果你要說你變成LGBTQ 你不需要做啥呀 他給你開了一個罪惡大門 這個罪惡大門是讓你身體感覺得很舒服的 因為墮落太舒服了 他突然就告訴你說 你可以跟你所有喜歡的人 去發生任何的性行為 你現在幾 12到14歲 12到14歲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好吃的 對不對 你看到一個好看的 你不用管他是男孩還是女孩 你就去喜歡他 你就去追求他 而且你是不同的 而且你是被人稱讚的 而且你變成這個少數團體 你會獲得別人的稱讚 你在社會上地位你就不一樣了 你比他們都好 你比他們都厲害 你這何樂而不為呢 如果你要是真的追求社會上的生育 或者等等等等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看像現在12歲14歲的小孩也好 每個人都有明星夢 包括一般到了20多歲 每個人都想要很突出 但是很殘酷的一點就是 絕大多數人都是非常普通的人 的確這樣 就是絕大多數的人 你說他長得多漂亮嗎 在萬人之中讓人一眼就看到嗎 其實不是 就是絕大多數人都是非常普通的人 你要是拎出來學習好的有幾個 那也是萬中選一啊 你要說漂亮的 對吧 天姿聰穎的 這都是萬中選一 所以絕大多數人都是非常普通的人 那你要怎麼讓一個普通的自己去脫穎而出 你如果覺得要去整容 又要花太多的錢 對不對 然後我也不想要順 就是為什麼別人說我好快 我就我就必須要按照那個方面去 就是你知道吧 他們會有各種這樣的想法 就說我就是我 那這樣一個普通的我 怎麼能讓這樣一個普通的我 讓大家都羡慕 變得有名出名 變得獨特 讓大家都喜歡我 他們只能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式 你想要學習好 你要付出啊 太困難了 很麻煩 你要變美變漂亮 你還得去健身房跑步 你還要那個跑去化妝什麼 太麻煩了 要付出太多了 你知道嗎 你只要張個嘴一說 我是LGBTQ 你就變得勇敢 對 你就變得勇敢了 你就變得unique 你不一樣了 你就馬上變成一個精英 你就stand out 但是你想如果一個基督徒成聖 你越成聖的道路中 你越跟神靠近 世界的東西你就會越拋棄了 你像我以前 那個見證裡面也跟大家都講過 你的見證大家也都聽過 對不對 就是我以前說 我想要變得多有錢 多漂亮 我開什麼樣的車 我穿什麼樣衣服 我背什麼樣包 但是如果你越成聖 你越靠近神 那些東西對你來講都不重要了 你不喜歡了那些東西 你不再認為那些東西是 是值得我去追求的 或者是我想要付出多少 去追求那些東西 你不會想要 你的思想意念已經改變了 你越追求神 你反而人變得越普通 在世界人的眼中會覺得說你 越變笨 越變笨 越變蠢 好像越那麼好的東西 你怎麼不追求 你越把自己變成一個 越來越普通的人 就你變得好像茫茫人海中 根本都看不到你了 這在世界人眼裡是這樣子 所以你成聖的道路中 是在世界人眼中 你把你自己是降為卑的 但是在他們這個 你把自己搞得越怪 在他們世界的眼中是 你把你自己捧的是高的 所以他們就是不用吃飯 然後再有這種無形的鼓勵 然後讓那個人感覺可以自我良好 等於就是讓那個人 越崇拜自己 還有自己的慾望 這樣他們就成功 建立了一個社團 這也就是撒旦教的核心吧 對 Self worship 撒旦教的核心 對就是去崇拜自己 那當然呢 他們在建立這個社團 除了學生的方面 他們要考量 學校領導層的方面要考量 還有一層要考量 就是家長啊 你學校突然搞出一個LGBQ的東西 很多家長雖然不是基督徒 那他也覺得說 你搞這個東西幹什麼 你好好教我小孩 那個英語 數學 寫作 這不是挺好的嗎 為什麼要搞這些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這個老師就在這裡 教其他的這些老師 就說 當家長提出擔憂的時候 你們要怎麼對付家長 你們要說一個什麼東西 讓這幫人馬上就閉嘴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呢 就是用安全的名義 他在這裡說說 家長要來問你 你就說 我們這個俱樂部 就是要確保所有學生的安全 你講出這樣一個理由的話 誰會發對呢 她有幾個聚會 跟組織員 某些他們 是父母的學生 而很多他們沒有 但他們主要是教育 她必須告訴他們 那些法律 我們是保護 我們可以做這個 而是關於學生的安全 如果你的焦點是安全 我們有這個 club 讓所有學生安全 誰會爭取這個 好誇張喔 而且所有的 因為安全是 身為人 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用自己的自由 交換成安全 包括很傳統的 買房子這個東西 也就是 你如果沒房子的話 你很自由 你到處去租房 你到處去camping也可以 但是因為有房子之後 就會安全 但是你就被鎖在那個地方 我不是在鼓勵大家不要買房子 大家還是要買房子 土地 我的意思就是講說 人永遠都會為了安全 來compromise自己的自由 然後他們就是要用這個樣子的方法 讓 我覺得有一個例子更恰當一點 就還是covid吧 對 是不是 對 真是covid這幾年 我們真是淋漓盡致 見到了各種醜惡的形象 見到了各種 就是政府 要你來換取 要以安全的名義來奪取你的自由 對 包括戴口罩 打疫苗 然後 把教會關掉 然後學校不准什麼什麼 全部線上上課 然後不准小孩 然後你去mall裡面 出示什麼疫苗 在美國這邊還算好的 中國大陸 台灣 澳洲 還有集中營在那個地方 台灣你到那個地方 你還要被關幾個禮拜 幾個月 就是啊 我媽在家裡被關了幾個月 對 中國大陸那個時候 我們鎖起來 用那個電焊槍 把那個門整個焊起來 全部都是安全 全部都是安全 所有的政府的目標 還有目的政治意圖 全部都是用安全促成的 全部都是在嚇你 然後讓你覺得說 我沒有政府不行 所以說我要把我的自由 換成政府給我的安全 那只是用安全的名義來奪取 你就像LGBU也是 他們就說安全 說我們要給一個孩子 是吧 提供安全的環境 你咋安全了 這些孩子 跑去搞你們這個之後 自己要做手術 把胸也切掉 自己做手術 要把自己給閹割掉 安全 我不去參加你那個 還安全一些 我不去參加你那個 什麼事都沒有 對不對 你要是心裡有些鬱悶 你心裡主 你倒倒倒 這些就都好了 我一去參加你們 越安全怎麼越傷害自己呢 越安全怎麼越把那好好的人 給搞成殘疾人了 你怎麼安全了 這些老師 他們也不會在乎孩子安全 孩子要去做切胸手術了 他們在那鼓掌呢 太好了 你終於安全了 你趕快去切吧 對吧 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會給我們安全 我們的安全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對 而且對安全這個詞的認識 就是什麼才是安全 我覺得這個意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沒有人能夠保證你的安全 警察也不能 多少凶殺案 人都死了多少天 警察才來才發現 對不對 你有的時候真的家裡來人了 你報了警之後 那半個小時警察才來 對不對 所以就是你的安全真的只能在自己的手裡 你孩子的安全 這些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安全 真的就是取決於你 他不取決於學校 他也不取決於老師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你孩子的安全 那我們看到這些學校裡面的老師 他們努力了四年之後 就是這一個視頻 他們錄製的時間是2019年 他們開始這個活動是2015年開始的 也就是四年之後 他現在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就說我告訴大家所有的經驗 你們可以放心去做 因為現在我就要來給你們展示 四年之後我們達到的成就 到底是什麼樣 他在這裡跟大家講說 第一個我們達成的成就是 大多數的教室 就是現在都已經貼上了LGBTQ的貼紙還有旗幟 那第二個達成的成就就是 現在在學生中間呢 只有少數的孔童言論會出現 我懷疑這孔童言論是什麼呀 就是學生之前開玩笑 就說哎呀你好gay哦 就這一種啊 他們就歸類重說這個叫做孔童的言論 他說現在已經很少出現了 為什麼很少出現 沒人敢說了 誰敢說呀 你敢開這樣的玩笑 文字語啊對不對 那第三點呢 他認為達成的成就是什麼呢 是這個學校裡面 同性戀 變性人 這樣的慶祝活動 已經成為每一年固定的項目了 我們每一年必須要固定慶祝 同性戀 變性人 還有所有的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我們都要成為年度的 一年一度的慶祝的形式 這已經是固定的 那還有接下來的第四點 他們認為達成的是什麼呢 LGBTQ俱樂部啊 經過四年的努力 得到了學生會 以及家長會 還有校園中管理層和主管的明確支持 這是他達成的這個四點 他認為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那除了這些成就之外 他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驕傲 就是他心裡最滿足的 他達成一個成就 就是在社團運行了四五年之後 在給孩子挨個兒談話洗腦之後 他說 現在有很多的學生管他叫媽媽 一些人都叫我媽媽 對嗎 那就是這樣 因為他讓學生感覺到說 你可以給我分享 任何你不能在家裡說的 你的父母一定不會同意你 這麼小的年紀就有性生活吧 你父母一定不會同意的 他知道之後會打死你 你可以跟我分享啊 你一定不會跟你父母分享 你有什麼性癖吧 你來跟我分享呀 所以這些學生開始叫他媽媽 為什麼 因為他在這幾年裡面 他一直不斷地把這些變態的東西 去洗腦給小孩 讓這些小孩變得越來越變態 越來越變態 讓他願意跟這些小孩 願意把這些他教的這些變態的東西 實踐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再反饋給他 所以他是說 我是你們的媽媽呀 我才是你們真正的媽媽 你們這些話敢跟你家裡 那個生你的人講嗎 他不能叫你的媽媽 因為他沒有辦法理解你 他沒有辦法了解你 你在這個性的方面 你是不是有需要 你敢跟你媽媽說 你跟我說 你跟我說 我來幫助你 我來給你解決 你想要跟同性發生性行為嗎 你想要跟兩三個人 四五個人發生性行為嗎 這都有科學研究報告的 你來跟媽媽講 媽媽告訴你 所以他把這樣一個 他在這種方面 他已經把他的一個身份 完全轉變了 你怎麼能是人家媽媽呢 你管他什麼了 你給他吃喝掏過一分錢嗎 他平時生病了 你有帶他去過醫院嗎 你怎麼能是他媽媽呢 他已經完全把這些東西 把家長隔絕在外面了 他說我才是你能夠分享秘密的人 他們都不是 他們沒有辦法理解你 他們都是老公版 他們都是基督徒 他們都壞透了 他們完全就反對你這樣的人 我覺得這個人 他說的是說東西 真的是 證實了我們節目 一直在講這個東西 而且這是2019年開的會 而且下面那些人 還那麼認真跟人計比計呢 現在2023年了 又過去一個四年了 對 他就這種概念有點直堂 你知道嗎 對 就分享我的直堂經驗 你們再去 你們再去 Multiply Multiply 對啊 這是他們版本的去死萬民做我的門徒 Multiply Multiply 太可怕了 不過真的就是 我知道我們每次講的 在新聞上面講的這些東西 很多父母不相信 很多父母覺得說 學校打會這麼壞 學校怎麼會害你 學校害你幹嘛 對不對 他要控制你的小孩幹嘛 那AI news 兩個神經病 兩個人一天到晚在那邊 大驚小怪 OK 我聽到很多這個樣子 我的教會裡面就有人這個樣子跟我講 就是說 你那個新聞 真的是不要再做這個樣子的東西 真的 言謀論 對 哪有老師會這麼壞 就是害你那個 我記得有一次我女兒 她的生日 然後呢 壽星的那個爸爸 就說你在做什麼的 我說我在做新聞的 然後他說 你之後再住Arcadia 什麼什麼什麼 以後他們可能是同學 我就說我不會 我女兒一定homescore 然後他就問說 為什麼 然後我就說 你看現在怎樣 學校發生什麼樣 還有一個變性人自殺 那個爸爸就看著我 就覺得說我是個神經病 就這樣子 OK OK 他已經投川普 他一定要 好可怕喔 對 如果說各位 因為我認識 不相信我們 說這些東西的 把這個影片給他們看 真的是把這個影片 全部給他們看 告訴他們說 他們的小孩 就是在被那個樣子的人洗腦 他們最終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你的小孩 叫他媽媽 就是要奪取你的小孩 他們就是要把你的小孩 跟你的關係拆散 然後讓他們當他們的父母 這是所有極權主義的議程 所以說各位 在我看來 這個不只是我們的學校 這是我們整個社會的一個縮寫 只是在學校發生而已 他們要做的事情 非常的明確 就是要把所有的人 都變成受害者 所有的人不建立家庭 就算建立家庭 也是他們版本的家庭 沒有神的家庭 他們亂七八糟 性泛濫 各式各樣 沒有任何意義 沒有任何道德價值觀的一個家庭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 你要看著 他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是 我們想要在教會做的事情 教會起來有勇氣 把勇氣分享給其他的人 父母起來剛強 就算政府壓迫我們 我們也要去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我們不妥協 我們要去使萬民做耶穌的門徒 我們要去做這個 我們要所有的人歸向耶穌 歸向神 要來到教會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基督徒很軟弱 不知道該怎麼做 很多教會 基本上是被他們洗腦 教會就跟那裡面講的那個校長一樣 我不敢說什麼東西啊 萬一我講什麼LGBTQ的人怎麼樣的話 萬一英文堂那些年輕人走一半的話怎麼辦 他會不會拉走主堂這些真正在奉獻的這些人 我們有太多害怕的東西 但是我們當今我們不能害怕 我們就是要做正確的事情 我希望這個影片真的是可以帶給大家更多的勇氣 更多的期許 然後還有更多的努力的方向 我們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去做 而且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去完成 我們的敵人很可怕 他是有步驟有目標 而且他們已經成功的 Glendale就是他們成功的例子 我們現在每一個教室裡面掛著彩虹旗 每一個老師打著鼻環染的藍色頭髮 在那邊跟你的兒子跟女兒在那邊弄著很奇怪很噁心的圖片 在給你的小孩看 這是他們的成果 他們可以這麼大聲的跟你講話 這麼壓迫基督徒 這是他們五年下來的成果 我們基督徒我們要怎麼樣把成果弄出來 我們要自己好好想想 每一個教會都有每一個教會的call in 並不是每一個教會都要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但是教會要找到自己的call in 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好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相信今天這個節目呢 更是給我們敲醒一個警鐘 很多朋友會覺得說很喪氣 就是很多朋友真的是一直在推在家教育 然後給身邊很多教會裡的朋友 也一直去傳講 可是很多真正擁有孩子的這些家長 他們反而好像對這個事情的反應是不冷不熱 然後甚至會感覺到被冒犯到 但是大家不要氣餒 因為我們看到事情真的是這樣 如果他們不明白 我們更多耐心的更多去跟他們講 讓他們知道現在到底在發生什麼 而且如果你有今天看我們的影片 如果你以前沒有看過AI news 你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的話 如果你是第一次 因為別人轉傳給你這個影片 讓你知道現在的加州的教育在發生什麼 不要迴避 因為你迴避換來的結果 就是你的兒女也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鐵打的事實 你的孩子放到那樣的環境裡面 你每天只跟他在一起幾個小時 但是他絕大多數都跟那樣的人在一起 你不知道他白天在聽什麼 你不知道他們在學什麼 所以不要冒這樣的風險 從現在開始 你有更好的選擇 你可以給你的孩子 有一條更好的規劃的道路 而且這個道路是神喜悅的 不要把你的兒女 放在一個撒旦的窝裡面 不要把你的兒女 讓他們白白的送去讓他們洗腦 結果洗成一個 到最後一個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孩子 所以 我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我們今天也看到我們的河場 或者是我們的敵人 是如此的有步驟去做這一系列的事情 那從今天開始 你看了我們的節目 你要不要來跟神說 你說我願意 我願意做任何你呼召我去做的事情 我願意持守真理 我願意可以在這個時候站立的問 然後宣講神理真理的話語還有福音 我願意讓現在的家長都知道真正的發生什麼 然後給他們有一條更好的出路 就是跟隨耶穌基督 我們家一定會得到神的保護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你看完了之後你覺得 哎呀這個老師啊 他這麼多年精心布局啊 你對這個想法到底是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說實在是太可怕了 或者是你有沒有從今天開始說 我真的要開始去做些什麼 我的第一步是什麼 我覺得接下來我要開始從哪開始突破 都歡迎在下面給我們留言 那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福利莎 我是伊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我們別再度全都會坐在高山上